大家好,我是吳仔 陰道神童語言又中了 大叫我 大叫我 滅霸打都來 因為這個Marvels裡面的鷹眼受傷 說真的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我們的討論 問計Playtron 沒說過每個小時都有片更新 我們看到Hollywood巨星鷹眼 有謝婷婷的男朋友 謝洛美惠爾 產雪意外 情方危台 大叫我 另外慣大家事的 病毒專家 超級病毒 侵略美國 更有更強傳染性 共和黨議員很批 抖音都是毒品一樣 呼籲全美金融 另外看到Karabui 加入戰團 防止中國的人 走到其他地方 怕他們就是走 Karabui 剛剛搞完世界盃 現在有人封中國關 真是要檢查又要成 另外看到Hollywood 受訪真情浮白 想要回父親和哥哥 有沒有這麼好處 另外看看 黃金海岸 哪裡 斷門 不是 直線機相撞 死定人 這麼恐怖 黃金海岸 我們 給我們詳細解釋一下 一腳 謝謝五仔 大家好 OK仔 又到國際新聞了 這次我們會先跟大家說一下 新一年 很多大件事 其中有一位 國際荷里活巨星 如果大家有看過他的影 我相信很多人都會看過他的戲 就是 在Marvel 蕭級英雄裡面 飾演鷹眼的荷里活巨星 謝諾美維納 發生嚴重交通意外 不是交通意外 應該是一個 滑雪意外 去了醫院搶救 究竟是什麼事 我們一會兒會和大家說 另外 現在說到 新一年又有 超級變種病毒症襲擊美國 究竟是怎樣 大家都非常頭癢 那要不要在中國 要火防美國 入境的時候 又要快速檢測 那怎麼辦呢 我們一會兒和大家跟進一下 還有一些 關於打仗的消息 因為現在說到 烏克蘭 竟然 利用美國 供應的多管火箭系統 襲擊 俄軍軍營 情況是怎樣 好像很嚴重 好 那麼多新聞 我們現在首先看看第一宗 這一宗 關於 美國 這個荷里活 影聲 發生一宗這樣的意外 究竟是什麼事 原來在1月1日 新一年 謝諾美為立 在 他 住所外 鏟雪 在鏟雪 鏟雪 鏟雪 陶中 被一部鏟雪機剪過對腳 真是大件事 導致嚴重受傷 其公關人員也確定了這個消息 就說他情況危殆,但是穩定。美國有線新聞網絡也引述消息指出,這位巨星目前已經接受了兩次手術處理創傷,警方也確定在他的居住內華達州里洛市玫瑰山一個公路地區發生了一宗嚴重意外,暫時也未提供那麼多的情報。 其實他之前在自己的社家平台上分享了關於落大雪暴風雪的文章,就說他們當地受到冷風吹閘下落大雪,更加他說這場暴風雪不是開玩笑,想不到真的出了事。希望他能夠早日康復,因為說到鏟雪車滾到腳,拖著他來走。 嘩,真是恐怖,大量流血,這件事應該是關乎意外的,因為始終這些機器有安全保險,應該要調查一下。 說完這宗消息之後,也要跟大家跟進一下。 現在內地的人士出境去不同的世界各地玩,很多地方都會對內地遊客做一個核酸檢測。 現在人人公佈究竟那個數字,中國官方公佈的數字已經不能夠了解,因為很多人都覺得不夠清楚。 現在他們做一個抽樣調查,甚至傳機檢查等等。 他們做一個去比例,這個數字大概可以推算得到有多少人確診。 好了,日本說了出來,92人有90人。 韓國現在又說了,韓國對中國旅客第一次下地檢測,竟然發現到13個人呈陽性。 這個情況是什麼呢?我們看看吧。 由於韓國政府因應中國宣布有罪恢復民眾出國旅遊,對這個Omicron, 或者叫做Gov19等等的確診個案激增,他們覺得是時候要留意一下。 他們公佈了,截至昨天下午為止,當日中國入境者接受核酸檢測的人當中,有13個被感染了新冠病毒。 究竟有多少人呢?原來有208個人,結果有13個呈陽性反映。 那不是很嚴重的。但是這些數字可以確保到,如果比率是低,我相信全球各地都會急撤回這些措施。 因為始終麻煩,浪費自己時間。也浪費到旅客的時間。也被人感覺上是否針對中國呢? 但是這個時候,卡塔爾也加入戰場。卡塔爾要求所有來自中國的旅客,提供陰性檢測證明。 不是說只是針對中國人。現在說到入境過中國的人都要小心。 不是說只是針對,說到現在的地方是高風險。 好彩他這個時候才搞的。你想想,如果是世界盃的時候? 路透社引述卡塔爾通訊社說,他們的卡塔爾政府由2號起至昨天, 要求來自中國的旅客提供出發前48小時的新冠陰性檢測證明。 說到說,所有旅客無論你打了什麼針也好,都要符合上述的要求。 不需要跟你選擇打了多少針。 總之你給我一個證明給我就看到就行了。 講到病毒,大家都非常頭痛。 經過2022年這一年,大家都想著可以慢慢回復正常。 但是現在有病毒學家、病毒專家出來說話。 新冠超級變種病毒正正襲擊美國,擁有更強勁的傳染力。 怎樣啊?這東西又有一隻新的東西? 好,我們看看什麼事情。 美國流行病學兼衛生經濟學家丁良, 他應該不是中國人來的。 他在元旦日發出警告,就說XBB.1.5是至今其中一種免疫途日很強。 傳播速度最快的變種病毒株,將會是下一個大病毒。 根據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最新數據顯示, 有超級變種之稱的XBB.1.5病毒, 在美國確診人數過一個星期突然翻了一倍,超過40%。 而疫情重災區東北區更加有75%。 所以預計將會成為美國主流病毒株,引爆新一波疫情。 所以是不是應該要檢測美國呢? 這件事先看看自己研究一下。 當然他們全球都很關注,尤其是中國現在那邊的疫情。 說到傳染病專家將焦點放在XBB.1.5, 即是不是很聚焦在中國那一方面。 因為他們說到目前全球最壞的變異病毒株, 可能就是XBB。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因為他能夠避開很多東西, 將會肯定在世界各地爆波勁。 但是這波勁會不會影響到整個醫療系統人命呢? 他們覺得不可能不會。 為什麼呢? 因為人類的免疫力已經增強了。 那是不是世界大病毒? 如果根據他們這樣說, 就看來不是。 這些事情可能一望都不會是。 另外說一下烏東、烏俄。 這個戰爭去到2023年, 到烏克蘭反擊了。 美國人給你工具之後開始發威了。 哇! 我們看看這件事是怎樣。 針對這件事發生在遁涅茨克州, 俄方控制區域裡面的馬克耶夫卡士的攻擊。 烏克蘭軍隊未承認由它發動。 但是俄羅斯國防部就在一個聲明說到, 四枚攜高爆彈頭飛彈擊中了一個暫時部署的據點, 造成63名俄軍死亡。 他們將會提供陣亡軍人親屬一切所有需要和支援。 這件事也是說到, 莫斯科罕見宣佈在烏克蘭的兵選。 你講到每次都好像無敵, 俄羅斯都沒有怎樣死過人, 又或者沒有選兵折將。 但是烏克蘭是這樣報烏克蘭說不行啊, 搞不行啊, 但是這次他罕有地公佈了, 看來我覺得這次不僅是63名了。 他們說到這件事, 烏克蘭軍隊利用美國供應的多管火箭系統, 攻擊烏東一個俄軍軍營。 除了有63名俄羅斯軍人死亡之後, 烏克蘭軍方也說到大概有400名俄羅斯軍人 在頓獵慈黑州被佔領地區被一場導彈擊中喪鳴。 究竟400名還是63名呢? 自己去估計了。 另外有300人受傷。 這次會不會也算是烏克蘭軍隊在2023年打開一個勝利之門呢? 他們的工具很厲害啊, 這樣偷雞偷中了。 這件事我反而覺得, 如果這樣就可能讓你亮了這些牌出來的時候, 俄羅斯又可能出第二招了。 因為俄羅斯想著用伊朗的無人機發動這個持久戰, 去損耗烏克蘭人民和防空力量。 但是, 你看到美國這個時候不斷攻攻攻攻攻, 快搶攻, 都希望可以快點完結這場戰爭。 有北約的前官員也估計, 烏俄這場戰爭, 今年夏天就會停火了。 為什麼呢? 我們先看看。 這位前北約的軍官, 接受德國傳媒採訪的時候。 他說, 停火不是意味著長久的和平。 談判, 或者需要很長的時間。 調解人可能是關乎聯合國的秘書長, 或者土耳其總理。 他就覺得, 其實調解方面可以用很多方案, 包括建議烏克蘭放棄, 立即奪回被佔領的土地, 以過渡期的方式去接收主權。 即是怎樣? 放棄。 你只是一個人被打, 你又說一口聲幫他, 幫完他之後又叫人放棄。 這件事我相信烏克蘭也不會比你還好。 但是為什麼他們會覺得在夏天會停火呢? 因為他們覺得兩個國家都意識到, 這樣長期作戰是不會有好結果的。 所以可能燒到夏天, 大家都沒有錢, 西方也是一樣。 如果你搞經濟復甦的時候, 這個其實是另一個問題。 中國在這個時候搞開關, 2023年大家當你由零開始, 一起去搞經濟。 你整個西方社會現在在幫挖蘭和俄羅斯打這場仗。 中國慶幸能夠跳出來, 就不會捲入了這場戰爭那麼多。 你看到我們偶爾也可能會出兩句聲音,呼籲和平。 這個時候就做了一個空檔時候, 被中國奮起直追了。 也可能會了解到為什麼我們的習主席在這個時候, 急急放寬。 可能他也會聞到, 這場戰爭還沒有那麼快結束。 但是說起烏鵝之後, 金仔那邊也有點小動作。 說金仔竟然帶著那個女兒去試刷導彈褲, 看來想洗她的女兒。 告訴你, 這些就是爸爸留給你的將來的嫁妝。 是不是這樣? 搞到這樣, 全部都是飛彈來的。 根據北韓國營朝鮮中央電視台報道, 包括他們的領袖金正恩和他的女兒金主愛, 一起看看彈道導彈武器倉庫, 也是他的女兒第三道路面, 南韓統一部發言人趙仲勳強調, 北韓沒有披露拍攝日期和地點, 因應金主愛不斷公開亮相, 南韓方面, 就會繼續注視有關的動向。 你也知道, 覺得, 可能北韓今年也會有一些大的動作, 不停在那裡放飛彈, 究竟會有多大會不會導致南北韓做一場大戰呢? 真的不清楚了, 但是說起大戰, 現在就說到月球了, 太空軍備競賽了, 什麼事呢? 我們一起看看, 美國政治新聞網站, 刊登了美國太空總署處長, 一張納爾森的訪問, 他就說, 指出, 美中, 美國和中國現在處於太空競爭, 又將中國在南海的軍事擴張, 和這個月球計劃相提並論, 不是吧? 這樣也有得拉? 拉到埋去? 指出, 中國可能會霸佔月球, 表面資源最豐富的地區, 甚至乎阻止美國進入, 誰霸佔誰都不知道, 不要這樣說, 現在還沒有, 老實說, 大家都知道, 上面沒有適應的, 難聽說一句, 你上到去, 你可以插枝旗, 說這個福地是你也可以的, 但是你又願不願意呢? 因為始終月球有些什麼, 可以令到你值得去花這麼多功夫, 去拿取資源, 這個也是一個值得相確的問題來的, 因為你怎樣可以邁向長期, 在那邊不需要, 你知道, 蛇人上去都要錢的, 是經費來的, 這些, 裡面一定要有些很回報的東西, 暫時好像又沒有什麼, 但是你這樣說, 對這個叫做中國太空威脅論, 我們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 曾經也都指出的, 美國圈掩這個威脅論, 實質是為美國自身發展軍力, 謀求, 稱霸太空製造藉口的, 也是美方固守冷戰思維, 轉嫁自身責任又另一表現, 這件事, 也能告訴大家, 另外, 說說一點點, 新一任的中國外長, 秦光, 在Twitter發文, 指出自己在中國駐美大使的任期, 將會結束, 向美國國家人士道別, 他表示, 前年去到駐美大使的時候, 中美關係面臨諸多嚴峻的挑戰, 他認真落實兩國元首共識, 努力做到中美之間溝通橋樑和扭戴, 他覺得, 做了很多事, 他對主美大使館, 得到美國國界人民大力支持幫忙, 表示衷心感謝, 他卸任了, 另外, 跟大家說一下哈利, 哈利現在真情否白, 咦? 突然間急轉態, 新一年急轉態, 什麼事? 他說他想要回他老爸和他哥哥, 不是吧? 突然間這樣, 這麼大轉變, 什麼事? 我們看看, 哈利在他的回憶錄出版之前, 接受英國獨立電視台, 及美國哥倫比廣播公司CBS的專訪, 專訪將會在下個星期日就播出, 而說到這個獨立電視台, 就在社交網站分享這個專訪的片段, 指出哈利, 他說他從來不需要變成這樣, 那些洩露, 那些插裝嫁禍, 他需要的是一個家庭, 嘩, 好像有點似喪馬懷, 有點隱喻, 他覺得, 最好的, 就是用某種方式, 令到他們成為反派, 他們說到, 相信是皇室, 完全沒有表現出願意和解, 他想要回他自己的父親, 想要回自己的哥哥, 換句話說, 現在是一個指控, 即是說皇室扭轉了他們整家人, 那你們這些家人是皇室, 那你們生於這個地方就是特別的, 那你不願意接受到這件事, 那你只能夠離開, 那他想著用一己之力去扭轉整個命運, 扭轉這個局勢, 我覺得好像不知道了, 這個哈利也是繼續打著所謂的溫情牌, 不停在這裏指控皇室, 那就看看, 接下來他的回憶錄又會引起幾大的回響, 另外跟大家說一下, 哇, 在墨西哥監獄遇襲最少14死13傷, 有24個人越獄這麼誇張, 不是吧, 新一年而已, 假的, 墨西哥北部奇亞亞洲華雷斯市一座監獄1月1日遇襲, 10名看守和4名囚犯死亡, 有13個人受傷, 最少24名囚犯越獄, 這真是恐怖, 另外有一宗恐怖事件在澳洲, 哇, 令人震驚的, 澳洲的昆士蘭省黃金海岸, 總共有兩格栽絕13人的直升機, 在昨天下午, 主題公園海洋世界, Sea World, 附近就傷撞, 造成四死九傷, 其中三個人傷勢嚴重, 他們的省長, 形容, 這個事故, 是難以想像的悲劇, 向受影響的人士, 和家屬, 致以最深切的同情, 有目擊者透露, 一架直升機, 原來講到在昨天下午, 接近兩點鐘左右, 嘗試降落, 降落的時候, 竟然和另一架直升機, 準備起飛了半空相撞, 哎呀, 為何不太響的呢? 那又另一名遊客, 講到說, 當時他聽到, 噗, 好像有行雷的聲音, 接著, 見到兩架直升機, 空中相撞, 有一架, 失控直插地面, 另一架, 順利降落, 他形容整件事, 就好像拍戲一樣, 也有人在降落當中, 直升機就輸了出來, 走向另一架, 墜毀直升機, 看看究竟情況, 其實, 見到那架, 墜毀直升機, 都很傷下, 機頭就插進去地面, 機身殘骸散落地, 這件事發生之後, 很大批救人員趕到現場, 一眾的人士, 在直升機殘骸裡面, 發現了四名死者, 三名重傷, 生患者多處創傷, 唉, 真是恐怖, 又會這樣的, 兩架飛機走得近一點, 都會響你, 都會警告你, 竟然沒有察覺, 不知道究竟是甚麼事故, 他可能以為直升機飛了去, 因為可能他們的起飛和降落點, 都是同一個位置, 這個都不清楚了, 另外跟大家說一件消息, 球王比利逝世, 他的舞會山道士, 在主場舉行遺體告別儀式, 大批民眾排長龍送別給利, 傳奇球王比利不敵病魔, 在12月29日離世, 享年82歲, 他職業生涯當中, 大部分時間效力球會山道士, 在東南部城市, 桑托爾一個運動場裡面, 為比利那人24小時遺體告別, 和守寧儀式, 數以萬計的巴西民眾和球迷, 排長龍進入這個運動場, 向比利的遺體告別, 也向這位偶像, 國家英雄族, 最後敬意了, 說到接下來他們的靈救, 就會運去公務, 以私人的形式就落狀, 是一個傳奇的誓誓, 另外跟大家說一下, 馬來西亞有個女星哭訴, 被人落江頭? 長年吐刀片鐵釘? 不是吧? 這麼恐怖? 有這樣的事情嗎? 我們先看看, 這個馬來西亞女星, 自爆過去二十幾年來, 就自己飽受一些無古邪術的折磨, 他經常很古靈珍貴, 會吐一塊刀片, 吐一些鐵釘出來, 甚至自己的私處都會無端端流血, 令到他心靈受到摧殘, 去到極限, 他更加透露, 自己先後找了六名宗教師, 而所有人都將懸空指向同一個人, 而最恐怖的, 始作勇者, 竟然是他身邊最親近的人? 我們看看究竟這件事是怎樣, 他說這二十年裡面, 一天折磨都沒有少過, 不停地吐刀片, 吐一些古靈精怪的東西, 那是不是真的落毛術呢? 一定是有人在睡覺才折磨他下去呢? 那真的不清楚, 講到說, 這個折磨, 原來是他身邊的熟悉的人, 但是熟悉的人怎樣可以幫到, 怎樣弄到他呢? 我們真的不清楚, 那會不會是他父母, 甚至乎家人, 這些真的不知道, 那為什麼可以搞到這麼恐怖? 我真的有人搞這些事情, 我真的不懂了, 我們是小健撲撲車, 不知道他怎樣搞了, 另外共和黨議員, 批評抖音好像吸毒一樣, 呼籲全美國禁用, 有人覺得抖音看得多都是老殘的, 其實我覺得Apps本身沒有問題, 是裡面的質素, 另外, 有些人覺得, 那些短片挺好笑的, 都兩看, 他們的美國國會眾議院, 就在這裡研究, 他說, 中國短片抖音海外版, 是中國政府提供美國人的數碼分泰, 令到青少年成人, 帶來摧毀性的後果, 他覺得應該全美禁用, 現在很多地方都已經禁用了, 你覺得不夠嗎? 要整個美國禁用, 我覺得又不行, 到時候一定有人反對, 不是說只是中方, 你美國人都說到, 這些是我的自由來的, 這樣也是的, 他們美國崇尚自由, 他們應該自己可以處理得到的, 另外跟大家跟進, 最後一則新聞, 恐怖意外來的, 在美國阿拉巴馬州, 發生了一則離奇事故, 一名機場行李員, 在停機坪工作的時候, 竟然一聲吸進去飛機引擎, 當場喪鳴, 現在這個飛機, 原來服役了四年, 當時停在停機後, 準備飛去德州達拉斯, 事發後, 已經扣留在地面, 接受調查, 為什麼會這樣呢? 應該在附近, 大家都會留意的, 因為有人說到, 其實停機坪的登機口, 如果飛機停了停機坪的登機口, 引擎是不會開啟的, 所以今次, 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就是導致這件事發生, 是什麼呢? 為什麼無端端的引擎會開啟? 因為大家都知道, 他不開啟動的時候, 做事, 我一個婦人做事, 那種吸力就吸進去, 可能是一些機捐故障系統問題, 不知道了, 今集分享到這裡, 下次再說, 拜拜!